这是一个大吉的大爷 大爷今年有 八十七块 这个小铲子是做什么用的呀 铲那个香蕉的 铲香蕉用的啊 这样一个做好一个能卖多少钱呢 五十多块 五十多块是吧 这个呢就是成品 一个小把手 然后这边做成这样 铲香蕉用的啊 五十块钱一个八十九岁老爷子 我们现在是在广海南的城脉啊 看到一只路边的打铁师傅 九十岁老爷子当天打铁师傅 这个是年轻人的改革啊 铲香蕉用的小铲子 哇 铲锵有力啊 你看这个 哇 这个真的厉害 从刚才从笼子里烧的好通红之后 然后在这上面一个木桩锤完之后呢 拿到这个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 他专门有一个这样的 呃 这叫铁还是什么 你看这样 猛力的锤两下 形成一个角啊 就看上去跟那个铲子的那种感觉 有点类似那种用钳子直接给他捡一个三角出来 这个不容易啊 老爷子今年是八十九岁啊 我们现在是在海南的城脉啊 城脉的福山 福山以咖啡出名 这边香蕉也是特产 产香蕉专用的一种小一种工具啊 哦厉害了 看他要把刚这个角给弄掉了 哦掉了 哦这样去看就更漂亮了 我们看还要继续 在这个煤炉子里边烧一下 哦加点煤 哦这是木炭啊 木炭啊 这个是 一百块钱一袋 哦一百块钱一袋啊 木炭 哦我还以为用的煤呢 用的木炭 一百块钱一袋啊 一百块钱一袋啊 是成本还挺高的 哦看猛烈的人猛火去烧啊 哦听这个木炭的这个噼里啪啦声音 哦师傅在烧的同时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成品 一个小把手 然后这边做成这样 嗯 产香蕉用的啊 就是香蕉嘛 那一挂那个很重的香蕉 用这个给产做香蕉用的 五十块钱一个 老子今年是八十九岁啊 我真的震惊到了 我从这个角度大家看一下啊 这真的是用木炭啊 一一块 呃一袋木炭一百多块钱 老爷爷就讲 啊就这样一个简易的 然后这边一个小风机 然后这旁边呢 你看有一个插电的插牌就这样 哦风机去掉 然后开始这边再修饰一下 我这个好健康啊 八十九岁的老大人 海南城脉这边呢 应该是中国的长寿之乡呢 这边空气也真的好 八十九岁还有这么健康的身体 还可以打起 这是我难以想象的啊 哦这就可以了吧 嗯 挺漂亮的看上去啊 哦还要继续烧吗 不用了 哦这就是成品了啊 他这个到最后这个地方会开 还要开刃是吧 还要用砂轮的磨啊 用砂轮的磨啊 哦明白明白 哦明白啊 有刃啊 要有刃才可以了 还有一道工序 这个是基本上完工之后 然后还有一道工序 就是把这个地方开一下刃啊 看 这是在海南 呃成迈的一个乡村 呃叫也不是乡村了 这也叫 嗯 叫什么方式 在脑海边想不起来了 福山 福山镇啊福山咖啡 在当地是超级有名 特别有名的啊 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拍到这儿 老师特别健谈 而且而且真的身体很硬了啊 这个锤子我拿一下 哦超级重的 就是砸起来还是坑枪有力的那种 老师特别健康 老师特别健康 行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又拍到这儿啊 喜欢的话点个关注点个赞 喜欢的话给老爷子点个赞啊 89岁老爷子